一层奇异的金光覆盖唐三周身 这正是柔骨魅兔左臂骨附带的第二技能 无敌金身 无敌金身一共可以维持三秒钟 在无敌金身的第二秒 唐三将手中的浩天锤挥了出去 直奔杨无敌的肩膀砸去 杨无敌双手猛的一拖枪柄 硬生生的挡住了浩天锤的轰击 浩天锤弹起 但那强悍的重量和攻击力 还是砸得破魂枪瞬间下沉 而此时 唐三背后的八猪毛迅速向杨无敌的身体刺去 弹起的浩天锤在无敌金身第三秒时 再次挥出这一次 唐三将自身全部魂力都灌注在这一锤之中 浩天锤脱手而出 杨无敌瞬间做出了对他来说最正确的决定 他的右掌猛地击在破魂枪上 令他的攻击没有因为自己与枪脱离而减弱 同时呢身体在这强大的反作用力下骤然飞退 身在半空中的杨无敌聚集全力去抵挡未来的浩天锤 冰冷到极致的气息清洗了杨无敌的身体 没有破魂枪在手 他无法阻止这股杀意在自己体内蔓延 而下一刻浩天锤已经重重地砸在他的双掌之上 他胸口一闷 整个人倒飞而出 身在半空中 鲜血狂喷 就在杨无敌被浩天锤中创的时候 唐三那无敌精神的时间已经到了 哭的一声 血光迸发 那粗大的破魂枪瞬间从唐三的右胸穿透而顾 长达杖二的恐怖长枪竟然完全刺穿了唐三的身体 没入他背后的墙壁中 从轻轻 泰坦大踏步朝唐三奔来 可就在这时 两种极其耀眼的光芒同时从唐三身上升起 浓郁的蓝金色光芒从唐三的右腿出盘升 瞬间笼罩他整个身体 与此同时 唐三的左臂处红光闪烁 同时出现的还有无数蔓延而出的蓝银黄 唐三并没有释放自己的五魂 在令他窒息的痛苦当中 他根本无法做到这一切 此时因为右胸的贯穿伤 他连呼吸都已经成了问题 可就在这种情况之下 蓝银黄竟然自行出现了 六个魂环重新附体 那排在最后 闪烁着妖异光芒的十万年魂环 骤然亮起 虚幻的粉红色身影 就在那光环中悄然透出 下一刻他已经冲到了杨伍迪身前